男人被传讯到偌大的法庭里 法官宣布对老白进行一切审判 他问到老白的职业 小帅听完有些猛逼 在这个独裁的政府里 书籍和上帝都是不允许存在的产物 如果继续坚称这个职业 他将被处以死刑 老白坚持这就是他的职业 小帅讥笑起来 书已经被废弃了 何来的图书管理员 这就好比牧师的职责是传送上帝 但政府已经证明上帝不存在 牧师之职不过空谈 老白坚持上帝是存在的 小帅激动地反驳上帝不存在 因为政府已证明上帝并不存在 老白作为遗弃者 书籍和上帝都没有任何价值与意义 老白没有被贬低的言论洗脑 小帅听到反政府言论暴怒 所谓的书座都是精神鸦片 只有政府才是永恒的证据 他不想浪费时间 这是三个人从黑暗中走出 他们一致认为老白为遗弃者 判官和小帅也同意判决 老白无力地往前一步 小帅宣布 处决将在48小时内执行 老白可以选择处决方式和时间 他文言诡异地笑了起来 眼神也放射出了光芒 他要求只派执行人之后 再告诉他处决方式 小帅有点搞不懂老白的要求 老白解释 只要派执行人来 处决方式 只能他和老白知道 并且还要全程直播 小帅兴奋地笑了起来 直播死刑对公众教育很有意义 就这样 时间定在明天的午夜 处决地点便在老白房间里 随即他走出了这道审判之门 判官疑惑 这要求太怪了 小帅没有在意 任何一名遗弃者 都是对政府的威胁 老白在家里把闹钟移开 只针在为他的生命倒计时 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老白的眼珠飞速转动 他打开房门 小帅正高傲地站在门口 虽然不解老白邀请他的原因 但他来这里只是为了证明 政府对一切都无所畏惧 老白知道这是小帅的借口 小帅听不下去 反驳老白的特殊性 很快老白 就会只剩下可悲的求生本能 还剩40分钟就到处刑时间 墙上已经装好了远程直播监控 这时墙壁上的灯光照亮整个房间 小帅感慨 直播处决并不常见 去年政府就大规模处决1300人 老白怒喷他们根本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 小帅却表示 历史的前人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对病残之人就要清除 像老白这种 对政府无用之人更要铲除 他嘲讽地哭肚子扔到地上 随后提醒老白要看镜头 这样观众才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小帅感叹 没时间欣赏老白的垂死挣扎 他正想离开时 被老白喊住 小帅以为他还有什么遗言 老白说出邀请小帅的用意 他选的处决方式是引爆炸弹 他问到小帅 正当他拧动门把手时 却怎么也打不开 他怒喷老白发什么神经 老白表示 刚刚已经问过他 小帅的回答 是因人而异 他起身 从柜子里取出藏了二十年的圣经 这书在平常拿出来 就是死罪 但现在 他会选择坐下读着他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小帅瞬间害怕起来 他不停拍着门呼喊救命 老白责怪小帅不看镜头 他又来到窗边大喊警卫 显然小帅忘了 处刑之人要被隔绝 附近没有其他人存在 他还抱着希望 政府不会丢下他不管 老白指着镜头解释 他们只会袖手旁观 现在小帅和他 就是政府的一出好戏 小帅咬牙切齿 居然被阴了 这一刻 两人都要迈进坟墓 世界上唯有死神 才是那个平衡者 原本小帅 拥有英俊的外表 和高贵的身份 而老白只是一个小图书管理员 小帅沉住气坐下来面对镜头 老白开始诵读圣经的内容 一旁的小帅根本无法冷静 全国上下都是看着这场直播 作为官员的小帅 想抽根烟冷静一下 而时间已经开始飞速跳动 在老白的诵读声中 小帅越来越焦躁害怕 镜头里的小帅 根本不敢支持观众 明月死亡的力量压在他头上 距离12点仅剩一分钟时 小帅终于绷不住了 老白起身递给他生命的钥匙 小帅急忙打开门跑出去 老白静静地待在原地 就在小帅刚跑出去没多久 房间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小帅蹲在楼梯里瑟瑟发抖 随后小帅一如往常地来到法庭 远处传来高高在上的声音 小帅已经被开除 并且被定义为遗弃者 让政府蒙修的懦夫 没有存在的价值 小帅大声反驳他为政府鞠躬尽瘁 绝对不可能是遗弃者 不管他如何哀求都没用 法官打了个手势 想逃跑的小帅被一群陪审团围住 即使曾经的小帅 为政府效忠过多少价值 政府的一句话 他的价值就毫无异议 小帅猛地朝法官冲过去大喊 陪审团直接把他按在桌子上拖走 就像老白一样被政府无情遗弃